美国总统川普周四正式签署公告将在15天内对进口钢铁和铝财征收关税 以保护美国相关产业 据估算这一贸易措施将给钢铁行业和铝制品行业带来33,000个工作岗位 但高额关税导致钢铝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总计17万9千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这还不包括受影响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所导致的美国就业流失 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到演播室 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林峰你好 谢谢 首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次可以说是力排众议一定要推动的决定 他的本意应该是为了保护相关的产业包括增加就业 那为什么会有担心说这样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就业流失呢 实际上今天我们美国的一个智库叫传统基金会 今天举行了一个活动 那么邀请了两个行业的协会的代表 那么就是这个其中一个代表叫Trade Partnership 就是贸易伙伴这么一个贸易组织 那么他根据2001年 到2001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也曾经对钢铁 增加了钢铁的关税 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一个模型来对这次关税的效果进行的一个评估 那么根据这个估算的话 这次这个关税的提升一个是对钢铁25%提升和对铝的10%的一个提升 预计能够给这两个行业总计带来33,000个就业岗位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税的提升自然会导致钢铁价格和铝材价格上涨 那么跟这两个行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就会受到冲击 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个金属加工行业 比如说这个钢材拿出来以后我们不能不可能肯定不能直接使用 而是比如像钢管啊钢材等等是需要这个钢铁加工行业来进行这个加工的 那么这个预计这个行业的话它的损失它的这个就业流失就是3万个 那么还有其他的相关产业 比如说汽车行业预计是减少5000个就业机会 运输行业减少2000个就业机会 制造业总体会损失179,000个就业机会 那么考虑到之前一共增加33,000个 那么实际的这个净流失是146,000个 也就是因为这个成本的上涨导致相关行业 那么一定要会做出一些反应 比如说降低成本的这个决策包括裁员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关税提升会给相关产业 那么包括美国整个制造业会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是这个组织所做出的一个评估 那么其他的组织也就也有各自的评估 那么说法也是不一的 是 那么看到根据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 是显示一边是增长3万多就业 一边要损失17万 那为什么在我们看来 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么一个举措 那为什么川普总统这次一定要力拍中意 要推动这个施加高额关税这么一个举动呢 专家们有各种的解读 那么具体来讲大概有这么几方面的一个考虑 一个就是政治考虑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在16年那个大选的时候 他的一个得票的一个比较就是 出乎大家 出乎本人 甚至出乎川普总统本人 和一些这个政治观察人士的那个意料 就是在中西部 所谓的美国的铁锈地带得到的这个选票 那么其中中西部 美国中西部地区有很多的是美国钢铁的生产基地 那么当时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就一直在说就是希望挽救美国的钢铁行业 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竞选承诺 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川普政府 这是川普政府整体贸易策略的一部分 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提升 钢铁和铝财的这个关税以外 那么我们会预期今年呢 川普政府还会推出新的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举措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跟加拿大和墨西哥 正在进行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这个二次谈判 那么希望加拿大 其实实际上加拿大是美国钢铁出口的一个主要的国家 那么有专家认为就是美国川普政府呢 希望以这个以这次这个关税措施呢 能够给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定的压力 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中国 当然这次中国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钢铁出口 实际上它的那个量是比较小的 只占美国进口的2017年美国进口的2% 但是呢美国的钢铁行业认为就是说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钢铁 在钢铁方面的一个产能过剩 导致了全球的钢铁价格的一个过低 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方面的考虑 就是说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么一个考虑 是的 那么可以这个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措施 现在就已经实行之后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连锁的反应 什么样的后果 刚才实际上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都听到了 就是说最直接就是说像美国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 像欧盟就已经拿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报复清单 非常有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报复清单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包括比如说美国很有美国特色的产品 像哈雷戴维森那个摩托车 美国牛仔裤还有农产品 那么这些就是说非常的有针对性的一个贸易清单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报复清单出来以后 美国国会的反应就比较强烈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是那个中期选举 美国的国会议员是面临的这个就是要竞选连任 所以如果要是导致本选区的选民的这个 本选区的这个就业流失在比较严重的话 或者冲击比较严重的话 那自然对国会议员的这个连任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比较突出就是那个议长保罗瑞安已经表示说 反对这个关税的提升 还有就是说有可能会对世贸组织的这个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未来的走向有一个严重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贸易伙伴 受到影响的贸易伙伴一定会在世贸组织发起诉讼 那么他们会引用这个关贸总协定的第21条 就是说美国的理由是关贸总协定第21条 就是说这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世贸组织要做出一个裁决 要么你就是答应美国就是认可这个 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的影响 所以它可以提升关税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世界其他的国家也可能会纷纷效仿 那如果要是说世贸组织就是说认为这条不符合 那么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裁决的话 那么美国很有可能就此会 有可能会退出世贸组织 那这样的影响就是非常大的 是的就无论从欧盟还是从世贸组织来看 那么这种反制的这种措施都是很强烈的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就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